OK, we're back 我们回来可以给你看 我们要为这个私密金钥建立一个口令 这个口令的目的是为了要让金钥所有权人可以确认 这个金钥是它的 而这个金钥指的是个人的私密金钥 所以为了个人私密钥的安全 我必须设一个口令 我简单的说 1,2,3,4,5,6 这是我的口令 它的品质会告诉你 你所设的这个口令是好还是不好 不过不管 你不安全密 至少八个字元 所以我回来再设 1,2,3,4,5,6,7,8 确认 再写一次 1,2,3,4,5,6,7,8 确认 这个时候它需要产生大量的乱数 你怎么去产生乱数这类的东西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虚拟机 虚拟机上为了要产生乱数 你要让CPU活动 CPU活动最常见的方法 就是执行程式 执行程式执行的越多 CPU所产生的 它们叫做 那个东西叫做 那种CPU所产生的乱数 或者是interrupt中断 就会越多 它就这样子过来了 它找了三个勉强信任 一个完全信任的GPG信任模型 最小需求 它已经达成了 它的乱数够了 公开金钥跟私密金钥已建立 并且已经sign了 这个时候 金钥的名称 GPG金钥318A3468 然后呢 它这边都坐上来 它于是 在对自己产生了一组金钥 金钥的内容 Fingerprint是什么 它的名字所有权人是Jennifer Liu 这是它的注解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 我可以使用GPG List Keys 列出金钥 列出金钥的时候 可以看到Jennifer这个人 她的金钥 有公开金钥的名称 叫做318A3468 它的到期时间是如何如何如何 到Jennifer Liu 然后这是她的注释 这其他后面的描述就不重要了 这是Jennifer Liu 本身的公开金钥列表 你不会要把私密金钥列出去 个人家目录里面的 Dangnu PG目录里 就有包含自己个人的私密金钥组 跟公开金钥 跟刚刚产生的乱数内容 好 这是Jennifer个人金钥的产生 现在换Sarah Sarah在她的家目录里 是否可以成功的 让我产生 GNU PG的目录呢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在这边做这件事 不知道 看一下喔 你看 GPG-GENERATE KEY 好 这个时候你看 她也出来问我要用哪一种加密法 而在Sarah那个地方 她没有指定她的那个语系 所以她用英文当作预设 我的金钥的大小长度是2048个位元 她的有效期限是一个月 金钥过期的日期是否有问题 她会需要建立你的身份 我的身份叫做Sarah 张小姐 电子邮件地址是Sarah 小老鼠demo.example.com 我的注解是 Test the key for Sarah 张 好 这个时候你看 You select this user ID Sarah将Test 这是她的注解 有没有问题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要不要改名字 还是要改common数作解 还是要改电子邮件 大写O 就是OK 这个时候她也要写口令 12345678 再来 12345678 两次口令写完 她也吵着需要entrophy 这个东西叫entrophy entrophy就是刚刚我要讲那个字 中文很难翻 这个东西意思就是 CPU需要运动 CPU的运动 你让她做很多事 像我用Find的指令 产生一个整个系统的列表 CPU就会产生出足够的entrophy 由这些entrophy而产生了乱数 就是这边所谓的所谓的random number 你的乱数是来自于CPU因为运作而产生的entrophy 这个时候你看 再来一次再列一次 列表的时候如果CPU的动作越多对它产生entrophy来说是越有帮助 OK 它过了 所以下面这个动作可以停下来 Ctrl-C 好 Sera的key做好了 所以GPG list key 你可以看到这是Sera的key 好 这边的key 是Jennifer的key Jennifer的key 318A3468 Sera的key是DB52653C 这个时候我们两边两个使用者共同完成了这个key 好 这是建立你的金钥 在建立金钥之后 为了金钥的安全 你要立刻的产生一个所谓撤销金钥的凭证 为什么要做这种凭证 这种凭证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因为不小心的关系泄露你的私密金钥 私密金钥存在哪里 你刚看到 私密金钥根本就存在你个人家目录里 这样看不到 加A 私密金钥就存在你个人家目录里面的这个GNU PG的目录中 在Sera也有LS-A 你看Sera这个时候也出了GNU PG的目录 有了这个目录或是人家把这个目录挖走了 你的个人的私密金钥就泄露了 当你发现你的金钥被偷的时候 你要尽快的去撤销它 所以你现在所做的这件事叫做建立撤销凭证 撤销金钥凭证 撤销的目的是 当你发现你的金钥被人家偷走 那你就尽快的去把这个金钥撤销好 另外再产生一组金钥 因为都是从乱数构成的 所以你要避免人家使用到你的金钥 或是占了你的私密金钥 透过私密金钥产生公开金钥 帮你去做一些邮件的解密 或甚至帮你去进行交易 所以在这个时候 GPG这个指令叫做-output输出档 这个叫做撤回凭证 而这种撤回的凭证 它是有一种特殊格式的档案 这个叫做Oxycode的file 而在这种加密法的登记 或是记载金钥的过程中 它们常常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这些所谓的凭证或是金钥 用一种纯文字档的格式 把它登记起来 所以这种档案有一种特殊的名字 叫做Oxyfile或是Oxycodefile 这边后面的参数是- -generate revoke 产生撤回凭证 后面加上的是你的公开锦钥的ID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如果以它来说 gpg-output revoke.oxycode 然后呢 -generate revoke 好 那我要讲 revoke的时候 我讲的是谁呢 你要使用的金钥是谁呢 你用这个 318A3468 这就是你的主要的金钥 好 你看哦 这个时候 它就找到金钥 318A3468 它是谁的 它是Jennifer流的 这是它的注解 这是它这个金钥相对的电子邮件地址 你需要为这把金钥建立一个撤销凭证吗 你需要吗 好 我耶 它你要撤销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的不要用了 还是我已经泄露了 我说我已经泄露了 你选 请你输入 除了这样主要原因之外 你有没有必要在这边做个说明 你一时一时 attest 这是一个说明 enter 空白列结束 它说 撤销金钥原因因为被泄露 然后这是你的注解 可以吗 是的 这完全自由 它现在要用你的私密金钥 来产生撤销凭证 这边叫你打密码的原因就是 它要确认 你是私密金钥的主人 12345678 所以你不是主人 你就不知道这个密码长什么样 所以这个时候 它已经产生了一个凭证 它强迫使用Oxycode 把它输出的二进位资料 变成用纯文字包装的结果 它说已经建立撤销凭证 请你把这个档案 搬到另外一个 你个藏起来的媒介上 如果有人取得这份凭证 那它也能够让你的金钥无法使用 所以别人可以用这个凭证 去让你的金钥失效 所以在我眼前 多做了一个revoque.sc 你可以看到它的内容 它的内容就长这样 把二进位的资料 用乱码的方式 储存在这里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看到 它的长相像这样 可是这中间任何一个东西被你改变 都完蛋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个人撤销凭证的建立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这里 也可以为Sera再做一次 你可以看一下 Sera的主金钥 在这里 db52653c 所以你看 我可以写 gpg dash-output 输出档叫做revoque sera 这是我故意写一个sera .asc oxycode file dash-generate dash revoque 撤销凭证 凭证的编号多少 拿上面这个 不要拿下面这个 好 拿上面这个 db52653c enter 你确认吗 是的 我的理由是 1 被偷走了 1 1 1 2 test 这是我的理由 结尾 OK吗 是 他就要我口令 1 2 3 4 5 6 7 8 好 凭证产生 在我眼前这里产生了一个revoque sera 的撤销凭证 当然你如果实作上你就要把它收起来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 我们如何去进行金钥的交换 金钥交换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这牵涉到你的档案的安全跟电子邮件的安全 所以我们先停下来 稍后我们来谈金钥交换